这一件我还蛮期待的 因为这一件其实 那时候我拿给 也有拿给一些专家见的 他们一直跟我讲 这是官窑的东西 而且你这是在很大的拍场 对 我真的是在 这是在哪里拍的 我这个也是在日本的拍卖场拍的 而且是大拍场 国际大拍场 而且在拍这件之前 我还请了几个专家去帮我看 因为我不敢 就是说突然就这样吓 所以专家还去帮你看过 对 他帮我见 其实有三组人帮我鉴定过 那我其实那时候非常小心 因为这这么大一个东西 那么完整 那其实他单价也很高 所以当时 其实当时我花300万去拍这个东西 300万新台币 新台币 所以找了三组专家去看 对 这一件物品为什么吸引你呢 我觉得它在这个形式 在那个年代里面 它算是一个精品 然后它上面有一些 什么年代 这应该是青 雍正吧 雍正时期 这边写大清雍正年质 它这个是有落款的 有落款危险 我很蛮有信心的 你知道房子每一个都有落 我今天真的是带这个东西来让你检视一下 什么叫真品 对 真的是 让我看看 对 真的要 没看过好东西啊 真实 当然要啊 我是半同学 三分之一桶而已 这个太亮了 这个教授有教过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太亮了 国际老师 没有有一些收藏家 他都是家里随便乱丢跟什么仓库一样 可是我在收东西都是非常宝贝他们 但是你买的时候就这么亮了啊 对啊 他们都有那种锦盒啊 人家前一个收藏家真的对他非常好 把他当作是他们家里的宝 就是传家宝啊 当独生子一样的照顾啊 对对对 几乎都没有放在外面给人家看 或者说用灯光去照射他 所以他一直都被保存得非常好 是这样子吗 这样的东西其实他真实性最高 真的 官窑有可能这样子 那这什么窑啊 你有没有研究过 我一直希望他是官里面的窑 所以我觉得他太亮了 太亮了吗 阿关我给你讲 你知道瓷器看的时候 它有四大特点 金清新美 金清新美 金它是一个精品 是 清很清楚的交代年代 新旧的跟新的一样 美形字很美 这些东西可能在官窑里面才会有 因为他怎样 他供奉给这个皇上之后 每天有那个小李子在那边插 对 有一些人是在那边插 那个还会曝光 还会经过光线的那一种摇变 它会有观影的变化 有一些是直接就放在锦盒里面 就收藏起来了 根本就不见光的 所以从来就没有 保存得很好 对 有一些物件是这样 我觉得这老师的品味跟我差不多 因为被不懂了解也非常好 但是呢 等一下也是假的 这个老师的水准也跟你差不多 五百年前的物件跟五年前的物件 拿起来会一模一样 真的 所以 这件东西 就交由专家了 有点害怕 这样听起来 有梦最美 希望伤嘴 好了 我们三百万国际的收藏品 请建价 八十万 为什么 你看你刚刚扣了已经下水了 对 因为现在连廖老师都跟你坐在同一艘船上 他这眼光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 我跟文娟老师解释一下 这件呢 我们一看 第一个在气形上 它有一点问题 跟当时的设计理念 有点出入 这设计的理念 比如说他的耳朵很细 很小 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说 我们看整个的幼色 这个幼色是属于 像类似东青幼的这种幼色 它的细腻程度 超过于当时清代的技术程度 可是这个也是有年代的东西吗 但是年代来上来讲 是说我们在看 雍正距离现在也三百年上下了 但是我们看这件东西 尤其是看后面的 这些老化 因为漏胎的地方 它老化会比这个地方明显 因为又有保护 这个图 它是直接接触空气跟水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老化现象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后面的老化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它还可以到 那为什么还可以到八十呢 八十万是因为 在我们的艺术市场的古董世界里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真的假的在里面流通 那房品世界里面就是 房的越好了 它的价格就越高 所以它房的越逼真 它的价格是越高的 所以它这是房的很逼真的 是房的很好的 就是做的很好的 我们以前到大陆去买包 有A货 对不对 A货 后来有AA货 可是清朝不流行 A货 现在房品 做到最极致的 叫做极A货 现在有极A货 所以这个是AA极货 不是极A货 我们现在 极A货 我带了 刚刚给大家拍了图片 我们来研究研究 比如说你在看它的幼 不管你从气泡上来看 还有它的幼的质地上来看 它非常干净 很干净 干净到好像清朝的水准 应该没有做到这样的水准 我问你你找来的专家 找去的专家 有没有省眉睛看 他们好像只是用肉眼看 我还请他们去吃米其林餐厅 我还想要付回来给 他找了这一组专家帮他看 然后我们看这个是后面 那个胎土漏胎的地方 他上了一个护胎枝 就是核色的咖啡色的 通常上护胎枝 表示他在模仿南宋官窑 因为南宋的官窑 后面都插了黑黑的 所以清代都在模仿 那个宋代的官窑 表示一种尊敬 一种仿古 那我们现在看到 它上面的这一层 各位可以仔细看 你的感觉是什么 好像是铁一样 对不对 可是你看它的 这个坑坑巴巴的部分 你有没有觉得它 有没有长东西出来 很干净 这些都是代表 它的老化 其实有点不足 不足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它的落款 雍正皇帝 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皇帝 所以他在位只有 大概12年吧 是是是 他批公文是批到 这个凌晨好几点 他是过老死 都过老死 所以他是很严谨的 所以他的品味 就是一种非常舒朗 而细腻的趣味 他要求的这个 这个落款的工匠 在写这个东西 当然不敢乱写 都写得一丝不苟 那我们看 这个落款里面 虽然写得相当好 但是就是 你太好的时候会觉得 他有点过头了 所以这个款字 看起来是有点 太过于拘谨 那这个是现代的东西 就是现代房型 所以不见得在大的拍厂 买的东西 就一定是真品